那後續相關單位不管是司法院行政院還是職務法庭的查處 如果沒有認真仔細公開的話很有可能會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那今天司改會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在兩個月後召開了第二次的實務勤案的記者會 那針對我們的呼籲我們是不是先請民間司改會的董事長林永宋律師為我們來發言 各位媒體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在這裡開記者會是因為監察院在9月9號公佈石木欽等人的調查報告 那麼這個調查報告在9月9號公佈之後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為我們看到有不少的法官像石木欽是當時候是工程會的委員長 那還有很多最高法院的庭長甚至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那麼這些法官涉嫌在其中 那麼不管是跟這個當事人 這個這個汪這個汪什麼汪帽中還有跟這些人 研癮一百多次打小白球甚至買股票等等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會長得壓難 身為懲戒的最高首長懲戒法院的最高首長竟然本身違反法律 違反相關的法官的守則不只是他一個人最高法院的法官 庭長最高法院的院長這麼多人涉入也不只是只有法院的體系 包括檢查體系 當時候承辦相關案件有八件其中一件在台南地檢署 這個當時候的檢查長就是後來的監察委員張萬戶 也能夠讓當事人在不起訴不久進入他的家裡 那麼在執辦期間 執辦的檢察官還跟當事人諺語 像這樣這麼荒唐的事情 那麼最高法院在審案件的時候 當事人可以直接到最高法院見庭長、見審判長 像這些事情都相當的讓人驚訝 司法一定要公正 如果因為他是一個護商因為他有錢就可以這樣 這是相當讓人對司法公正相當會有質疑的 不只是法官不只是檢察官 調查局的人員包括警察高官、調查局的高官都涉入其中 那麼這個部分 燕穎打小白球還買一個所謂的買股票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能夠被注意到 是因為當時這個中信的這個 翁信的這個商人 因為他本身 他有一些紀錄 那後來這個案件之所以 被注意是因為當時候的特徵組 有去搜索扣押 有扣到這些資料他的紀錄 但是特徵組後來一到台北地監署 兩次的他治案就簽解 那麼監察院在9月9號 監察院在9月9號 當時他公布的調查報告 但也有表示 因為當時的台北地監署 只有針對石木欽的這個部分相關的卷宗給他而已 當時的卷宗有130多卷 聽說130多卷 事實上還有很多的卷宗並沒有提供監察院 監察院基於尊重 行政或者司法的治律 所以請行政院跟司法院 在兩個月內 在兩個月內要自行調查 如果不自行調查 相關的人員他都要調查 那麼我想不是石木欽一個人 因為他已經移到職務法庭 那麼其他的人呢 這個石木欽們 這些人到底怎麼樣 有沒有有些人可能是一時誤會 吃了一頓飯後來就沒有 那當然應該把他清白 有些人是不是持續的吃飯 譬如說最高行政法院的林岐湖法官 他竟然在審判期間見當事人 後來又一再的跟當事人宴飲 這樣的行為合理嗎 到底有沒有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尤其是買股票的部分 兩次買股票的部分 所謂買股票 因為監察業沒有特徵組 這些偵查券相關的金流 到底有沒有付錢 如果沒有付錢有沒有對價關係 有沒有刑事責任 這裡面的股票到底是買還是行賄 到底是買還是行賄 都有待調查 這已經有涉及刑事責任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五個不同的法官 檢察官或者是調查局的人員 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日期 跟這個翁信商人的公司 所謂的買股票 但是他們的筆跡 那個匯款的筆跡都是同一個筆跡 而且不只是這樣 那個公司的名稱 五個人都是用印尼 都是那個蓋印尼張的 就是蓋張的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監察院要求行政院 跟司法院要調查 這個是司法或行政 致力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但是很可惜 昨天11月9號已經過了 11月9號已經過了兩個月 我們沒有看到行政院 或者司法院有任何的調查報告 我們沒有看到行政院 或者是司法院有任何的調查報告 我們也沒有看到相關的公佈 目前的調查的進度或者結果 所以我們在這裡一方面呼籲 司法院跟行政院 對於這樣這麼重大的司法封紀案件 應該積極的處理 有沒有行政責任 有沒有一些違反倫理規範 有沒有應該要職務監督 甚至有沒有刑事責任 都應該調查 如果行政院司法院 以為這事情已經過去了 就不再調查的話 我們呼籲監察院繼續調查 調所有的當時130個卷宗 來看看到底所謂買股票 是買股票還是行賄 那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如果這些司法人員 道貌暗然 但是私底下做的是又另外一回事 人民怎麼會相信司法呢 在這裡我們也要呼籲 職務法庭依照法官法 可以公開審理 我們發現要處理法官檢察官的職務法庭 竟然比要處理公務員的 公務員懲戒法還來得落後 因為公務員懲戒法已經修法 原則上公開審理 法庭原則上公開審理 但是職務法庭原則上不一定要公開審理 但是職務法庭可以來公開審理 我們呼籲職務法庭的法官 應該就這件事情公開審理 讓各界來看看到底這件事情是怎麼樣 我想有關貪賭的事情 不可以任何的掩蓋 我們回顧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差點就不了了之 我們看到司法院當時候在連城會 到底要不要移送監察院 也相當有爭議 我們看到監察院 張望護雖然毀避 他身為檢察長 又身為監察委員 雖然毀避 但是看到到底是不是 因為前監委張望護的關係 讓那個案件 監察院通不了關 隔了一屆以後才12比0通過 我們看到這些我們要呼籲 請行政院司法院 應該調查應該公告 如果監察院 行政院不調查 監察院應該立案調查 所有的相關司法人員都應該調查 15法庭應該公開來審理 這是我的說明 謝謝林永宗律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司改會的 庭建組召集人施宏成律師 來為我們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剛才林永宗律師已經幫相關 案件的這個始末呢 以及我們的訴求跟大家說明得很清楚 以司改會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希望實目輕案 這個是結合了財團 與司法 甚至檢警調 所形成的一種權貴的 不公平的現象 這部分來講 不只是殘害了 殘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也讓人民對於司法的審判 不具信心 試想一個案件 我們假如到了一個跟財團 去做一個對照的時候 這個財團 他可以直接找上 承辦的檢警調 也可以找上司法官 我們去做了影業 去打球 甚至有股票交易買賣 我們一般人民在對上 一般的那種財團 或是富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產生說 那司法是不是真的 有錢判生 無錢判死 這種東西 假如在人民中 升值印象的話 又怎麼能期待 大家會對於司法的公正 產生信賴呢 最近司法院公佈說 人民對於司法的 審判的公正性 有高達百分之六十幾 是以往突破以往的新高 但是不要忘了 還有百分之三十幾的部分 是大家還是不信任司法的 可是這不信任從何而來 司法院 假如說不針對於說 司法院以及行政院 如果不正本溯源的去 針對於有可能產生 司法不公的這種現象 尤其是貪獨的這種現象 去做一個調查 並且將這些調查報告 訴諸於公眾 是 這個調查報告能夠透明公開 陽光照進來的地方 才不會有黑暗 可是假如說我們都只是 我們現在看到一件就處理一件 那司法的黑暗永遠不會清除完畢 所以我們呼籲 第一個 司法院跟行政院應該 應該盡速調查他們目前現有提出 目前的調查報告 如果沒有的話 那監察院就應該盡速的去 進行調查 第二個 在貪獨案件裡面 我們認為貪獨案件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不公開審理的情形 因為貪獨案件 涉及的是整個司法公正性的問題 它不是訴訟指揮 或是一個司法裁量的問題 這個東西影響到司法的公正性 而司法的公正性 唯有藉著透明公開的方式 才有辦法去糾錯 才有辦法去導正 所以我們以上 我們還是呼籲說 至少就持木清案件的時候 司法院就類似 或是職務法庭 就這種類似的貪獨案件 必須要建立一套標準 告訴大家什麼東西是應該要公開審理 什麼東西是不應該公開審理的 而不是什麼案件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不公開審理 會影響到所謂司法官的名譽 我們認為司法的貪獨案件 涉及的應該是更重要的國家利益 相比個人的這個所謂的名譽的部分 應該是有所推廊 以上報告 謝謝是洪陳律師 那最後我們請司改會的辦公室主任 蕭英明主任來為我們發言 在這裡我們呼籲 職務法庭 在這裡我們呼籲職務法庭 應該儘快召開合議庭 裁定職務清案要公開審理 明天司法改革基金會 將會組成法庭觀察團 將會組成法庭觀察團 進行法庭觀察 然後將本案審理的過程 告諸社會大眾 這個案件非常重要 我們是想像史木欽這樣涉及整體司法 系統性貪腐的案件 如果在不公開的審理情況之下 最後的判決結果 是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 那麼勢必將引起一個 又引起司法的一個民意的反彈 民意的海嘯 對於司法整體形象的建立 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我們知道司法院 我們編列了很多宣傳預算 我們要說 再多的宣傳預算 都比不上一個 時木欽的審判 如果導致這民意的海嘯 帶來的傷害 因此我們在這裡 勸告司法院 勸告職務法庭 能夠體察民意 裁定本案公開審理 將本案所有的市政 有利不利 都公諸於陽光之下 接受人民檢視 這個才是維護司法威信 維護司法公信 最好的方式 謝謝 謝謝蕭一鳴主任 確實我們非常不希望 這個案件就這樣 小之 或是雷聲大雨點小的結束 所以司改會會繼續監督 這個案件後續的發展 今天謝謝各位媒體到場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